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人朋友手机控 随时随地玩手机 这些孩子显然并不是个案 此前 有老人因为晚辈在节日团圆的饭桌上玩手机 继而摔掉盘子愤怒离席 有孩子因为父母只爱手机不爱我 从而闹离家出走 也有孩子称 坐在马桶上玩手机的爸爸 拉完大便都不知道出来 从摔盘子到离家出走 方式虽然不同 但其又显然都是对手机控的控诉 从吐槽到汇编诗歌呼吁 孩子的态度不同 但又无一例外 都是对亲情与关爱的召唤 其背后所表达的 亲人特别是孩子渴望关注 关心 关爱和亲情的心理 让人感动 也让人反思 父母爱玩手机 特别是当着孩子的面玩手机 除了父母自身成瘾 不利健康之外 还会让孩子有样学样 养成这一坏习惯 而且这样对孩子是有多重伤害的 比如父母专注于手机 孩子摔倒 坠落楼下 被车撞等悲惨事故 并不是新鲜事故 比如从亲身上说 父母对手机的专情与爱意 难免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受冷落 从而形成心理影响与伤害 甚至觉得父母不爱自己 当下社会 手机确实是加强联络获得资讯 甚至方便工作与生活的必需物品 人们离不开手机 但最起码对手机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不依赖不上瘾的 也是可以做到该看的时候看 不该玩的时候不玩的 同时每一个父母将玩手机的时间分一点出来给孩子 陪他们写作业 聊天 看电视 玩耍等 显然也并非难事 换言之 放下手机抱抱孩子并非做不到 而是到底有没有真心实意去做的事情 其实 家长可以采用家庭协议的形式 约束自己对手机的依赖 比如 父母承诺每天晚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之间不玩手机 而是陪孩子做作业 玩游戏 聊天等 并将这样的承诺写下来 父母双方都要在协议上签字 而且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 拿出我们的真诚与爱意来 多给孩子一些关注 陪伴 以及拥抱 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发自内心的情感与温暖 求您施舍一个赞 分享一次 不然我回家又要挨揍了 微信搜索公众号 输入拼音3411 别忘了点击头像编上订阅我们哦 或者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 更多关心等你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